大家好,我是Hady 欢迎收看《如鱼最财经》 恒大留下的2.4万亿债务忽窿 将不少银行困了 甚至还引发个别银行制对危机 这个亦比较冲于想做大企业金主的银行提醒 嫌贫爱富始终有看走眼的时候 现在贵阳银行将这个教训再次生动演绎了一遍 令贵阳银行入坑的正是许家印的圈内好友 号称世界同皇的王文银 2月7日春节前夕 贵阳银行发布了一則涉数公告 没有引起外界太大的关注 但内容非常劲爆 贵阳银行称 该行商隆航空港支行 因和贵州国际产生合同糾纷 故向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已受理 公告透露本案涉及贷款本金、票据垫款本金 未到期成对金额和按合同约定计算的利息、佛息、福利等 暂时合计16.58亿 这是什么概念呢? 贵阳银行去年前三季度正利润为42.6亿 这笔不良贷款占到了38.92% 相当于一个季度的业绩都白做了 贵阳银行表示已将这次诉讼锁涉贷款、电款和未到期成对汇票厂口 并且已对相关资产计提了相应减值准备 预计这次诉讼事项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产生实质性影响 截至去年三季度末贵阳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1.62% 去年初上升0.17% 在A股17家上市承商行当中高居第三 这个涉数公告算是揭开了贵阳银行不良率高企的一大原因 可以看出贵阳银行的贷款质量问题很大 这次诉讼原告是贵阳银行 那被告又是谁呢? 不看不知一看下一条被告居然高达10人 涉及复杂的年代保证责任和抵押质压担保关系 不过核心都指向黄文银和他的政威控股集团成员公司 两名自然人被告当中黄文银的太太刘洁银行也现身 是政威集团的董事 主要来看这起诉讼主要因为一笔16亿的贷款 2021年6月商榮支刊和被告贵州国际签订了综合受讯合同 约定向其受讯16亿期限3年 公开资料显示 这次涉案的贵州国际成立于2015年 是由深圳政威集团和贵州省贵阳市政府共同合作投资成立的 一家大型大宗商品交易平台 在其背后的股东中 贵州本地国企持股4.45% 而政威集团持股比例达到95.55% 所以贵州国际的实际控制人 正是有着世界同皇之称的黄文银 在这一笔贷款的担保人中 政威集团董事黄文银的太太刘洁鸿也在其中 根据政威集团的受讯明示表显示 截至去年8月 政威集团一共从国家金融机构共计获得受讯203亿 其中已经放款的资金总额为181亿 给政威集团提供贷款的银行 主要都是各地的地方性银行 全国性大行就难觅中影了 比如这次涉案的贵州国际 除了贵阳银行之外 贵阳当地农商行 贵阳农商银行 亦都给了5亿的受讯额度 已经放款4亿 这个意味着 只是对贵州国际这家公司 当地银行就给了21亿的受讯 另外在甘肃 政威共计获得来自地方银行的25亿受讯额度 包括来自兰州银行七里河支行的14.7亿 来自兰州农商行西固支行的8.3亿 来自甘肃银行的2亿 这25亿受讯已经全额放款 在新疆政威共计获得银行受讯23.86亿 主要来自乌鲁木齐银行经济开发区支行 天生龙商银行经济开发区支行 富尔勒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等 已经放款的资金为20.34亿 地方银行喜欢贷款给政威集团 或者是与他在各地重资打造产业有关 作为重资产投资建设产业 对公司资金流考验很高 不过一旦建成了将会对地方经济产生推动力 所以银行倾向于对产业建设提供一定资金上的支持 另外政威集团投资的产业员经常都冠以信息产业 新材料制造产业园半导体产业园等等的名头 这些都是前沿产业 根据了解在上述的贵州、新疆、甘肃三地 政威集团都布局相关产业园 其中在新疆政威的一带一路产业园项目 位于乌鲁木齐经济开发区 总投资200亿 占地面积5000亩 建设内容包括新材料项目、智能终端项目 和产业配套项目等等 而通过建设产业园这个打法 政威集团的资产规模迅速扩大 之前政威集团官网显示 其在国内外拥有40多处产业园区 在全球拥有超过10平方公里的商业开发圆区 100平方公里工业开发圆区 另外在政威集团之前释放出的讯号中 拥有铜矿总储量在3000万吨左右 是当年中国铜矿储量的三成 也大概占据全球铜矿储量3.65% 黄文银由此有了世界同皇之称 近年来黄文银一直都是富豪榜上的上客 在2022年胡银八富榜上 黄文银以1100亿的身家排在第26位 也是在2022年黄文银的政威集团登上了巅峰 政威集团官网显示 2022年该集团实现营业额额逾6000亿 现在政威集团和恒大有些类似 随着房地产行业的下行 其庞大的产业员报局正在经受资金链的考验 早在2022年9月 政威集团就因为一笔 4362万的糾纷成为了失信被执行人 去年政威集团涉案更高达163起 多笔股权被挣押给银行 部分股权造冻结 重要的子公司被爆停产拖欠员工的人工 就连黄文银本人也两次被限制高消费 值得注意的是 截至去年8月 政威集团一共从国家金融机构 共计获得售讯203亿 已经放款的总金额为181亿 其中给政威集团提供贷款的银行 主要都是各地的地方性银行 全国性大行就难觅蹤影 这个亦说明大行的封控确实要做得好一些 如像贵阳银行这类地方性银行 在贷款方面无疑在饮赚止喝 据不如传统计去年贵阳银行收到至少12张罚单 合计被罚款430万 相关违法违规事实几乎都是和信贷业务有关 一定程度上也说明 贵阳银行在信贷内控机制上存在不少的漏洞 2月19日贵阳银行 章业分行因为虚增存贷款 又被罚款35万 一同领佛的还有时任贵阳银行 章业分行行长助理汪池 近一年来贵阳银行除了在贷款方面爆雷之外 还爆出了很多的问题 去年11月就有舆论质疑 贵阳银行曾经耗资4.27亿 从贵州疫情节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采购的国产数据库是铁牌搞无国产房 搞了三年都没有正式上线 最终又重新采购了美国甲骨文的数据库 采购过程里面是否有贸利 贵阳银行至今都没有澄清 去年前三季度 贵阳银行实现营收114亿 同比减少5.18% 实现正利润为42.6亿 同比减少2.93% 将时间拉长 近三年来贵阳银行主营和利润已连续下降 贵阳银行封控能力不足业绩不振 股价走势自然亦是低迷 自2016年上市以来股价阴跌不止 现在市值206亿 以其6707亿的总资产规模非常不伤情 贵阳银行自身还存在高额的股东股权增压问题 不过近期贵阳银行股价有抬升趋势 其正体股息内为5.48% 股值可能率先于基本面产底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订阅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